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11月22日通过一项决定 将禁止美国电信业者以国家补助基金购买华为中芯等中国企业的设备 而华为今天提出起诉 称FCC的认定违反美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 根据新浪新闻 FCC上周通过决议认定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将禁止美器使用近85亿美元的普及服务基金买华为设备 华为对此感到不满 今天向美国法院提交起诉书 请求法院推翻FCC对华为的科技制裁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萍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FCC没有给予华为反驳的机会 就直接认定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FCC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或合理解释来支撑这项决定 完全不符合美国宪法与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宋柳萍抗议说 仅仅因为华为是一家中国公司就禁止我们 不能解决任何网络安全问题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诉诸法律行动 他并表示 如果FCC真的担心电信供应链的安全 应该意识到任何厂商在中国生产的设备都有风险 不仅是华为中心 包含诺基亚 爱立信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也在中国生产设备 按照华为的说法 FCC从2018年开始就一再指控华为有安全风险 尽管华为提交了很多事实依据和反对意见 但FCC却对此视而不见 除此之外 负责此案的华为首席律师Glinnager还表示 FCC没有国家安全方面的专业认定能力 也没有权利做出国家安全认定 并基于此限制通用服务基金的使用 事实上Engage中文版指出 这并非是华为第一次针对美国政府机构提起诉讼 之前他们的主张也是美方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 就直接将华为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 不过这些法律行动至今 似乎还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 这次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还有待观察 同样来看到跟华为有关的消息 针对华为前员工李鸿源 应被华为诬告而遭拘留251天的251事件 华为坚持不道歉的行为引起公愤 新京报报导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 昨晚在社群平台转发一篇文章 题为针对华为的黑公关狂欢 企图将251事件导向为美国是幕后第一黑手 而竞争对手与媒体平台则是第二和第三黑手 今天宋柳平也于记者会上再度重申 这次事件不是一个劳动纠纷事件 这是对涉嫌违法犯罪进行举报 对此我没有再多的评论 BBC报道 李鸿源事件发生后 中国媒体还曝光就在李鸿源被捕的同一个月 至少还有四名华为深圳公司的前员工或当时仍在职的员工 被深圳警方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等缘由带走 他们之中有人认罪 有人至今仍在积压当中 有人关押数月后取保候审 而在李鸿源被释放后 华为也紧发声明表示 举报涉嫌违法的行为是华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如果李鸿源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华为还大量删除网络上批评该公司的帖子 这让外界更加愤怒 BBC引述中国商界人士的话 认为华为在中国建立的良好形象几乎崩塌 香港经济日报指出 近日中国内地网络疯传一组数字 出生985 上班996 离职251 维权404 说的是科技才俊悲歌 即要出生中国最好的所谓985大学之一 每天上班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 每周上班6天 离职还要跟李鸿源一样被关押251天 发布维权文章也要被删 还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写道 251事件打破了广大中产阶级 以往总认为 只要我学习优秀 一心工作 不问世事 就能被国家善待的中国梦 纽约时报评论 这些愤怒显示出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担心李鸿源的遭遇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中国商界人士向BBC透露 华为的行为显示出大公司对小员工的傲慢 因为大公司有法律部 有众多的律师 与其发生法律纠纷 缺乏资源的小员工 常常是准备碰石头的鸡蛋 香港经济日报也认为 对于中国内地网络 很多有关华为的批评都被删去 这个现象也引人担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一个大而不能批评的企业 比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更令人可怕 中国官场近期一些人事异动 让人感觉有所变化 多名政省部级官员 包含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 民政部长黄树贤 和全国公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王霞 都是65岁借退 但在中央部委和地方人有多名 年纪更长的高官却仍未退下 《明报》刊载的中国评论指出 在中国官场年龄本是死线 除非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否则政部级官员65岁击退 不过近年来 因为中国官场的年轻化脚步有放缓 因此死线没有像以往那么严格 变成因人因畏而异 不再一刀切 在一般官员里面没有差别 但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人物 就会网开一面 评论提到像农业农村部长韩常富 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 雪克莱提扎克尔 与中央党校正部级的常委副校长 何一廷 都是今年将满或已届65岁 却仍未退下的指标新官员 不过就这几个人物来看 其中有几人的共同点 就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关系匪浅 何一廷曾以中共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身份陪伴习近平左右 陈豪在习近平任职上海时 急受赏识还或破格提拔 扎克尔据说与习近平是至交 两人的父亲也有交集 评论认为由于这几人受习近平提拔 都属大器晚成之列 所以习近平得以让他们超过65岁 仍继续为国家服役 评论续指 骆惠宁与前副总理回良宇有关系 黄树贤则是江苏团派出身 又是中纪委前书记贺国强的人马 王霞虽然与习近平同乡 但因是女干部 表现也没有特别出色 借铃退休很正常 此前发广有一篇报道 也特别提到山西官场的变动 接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楼阳生 其2002年任金华市长时 习近平到浙江担任代省长 习近平在浙江任职五年间 楼阳生大部分时间担任利水市委书记 并于习近平离开的隔年 即2008年升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因为有与习近平共事过的经历 2016年楼阳生接替转任交通部长的李小鹏 从山西省委副书记的职位 升任山西省长 而楼阳生这次升任山西省委书记 使他挤身正部级行列 明报评论也称楼阳生是习近平旧部 顺位属意料之中 有媒体分析 中共官场的更新换代 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需要轮换 但尽管与最高层有关系的官员 比较容易更上一层楼 但重点还是在于能力手腕 如果没有能力 这些人也不可能继续获得重用 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跟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之后 有望在国际上引起蝴蝶效应 特别是近期有几份中共内部文件被揭露 内容指出中国是如何监控新疆地区 以及对维吾尔族做出迫害人权 限制自由等屠杀式的行为 让许多国家决定祭出反制措施 现在澳洲莫里森政府也考虑立法 禁止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入境澳洲 并扣押他们的资产 中央社引述澳洲人报报导 澳洲外交部长潘恩 要求国会外交事务 国防与贸易联合常设委员会进行研究 以了解是否推出 类似美国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法案 这项法案将允许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 以及提供实质协助资助与资源涉及严重腐败的个人 拒发签证跟冻结资产等相关制裁 如果澳洲推出类似的法案 将成为近美国英国与加拿大之后 五眼联盟情报网络中 第四个通过类似法律的国家 报道指出 美国马格尼茨基法 在2012年获得跨党派支持通过 起初目的是在惩罚导致俄罗斯税务顾问 马格尼茨基死于莫斯科狱中的普京政权官员 美国立法通过后 使用这个法律制裁了数十名外籍人士 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并将他们的美国资产交给联邦政府 目前澳洲国会两党 都有人支持澳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 一旦通过澳洲可以原营法案 对付中国、俄罗斯、柬埔寨与缅甸等国的人权侵犯者 澳洲人权律师罗伯森表示 这项法案是人权的重大新发展之一 自由时报报导 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表示 已经和澳洲自由党及工党的 二十几名国会议员会面 两大党也高度关注香港局势 并支持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立法 以制裁违反人权者 香港《苹果日报》则引述 民政副召集人黎恩浩的话表示 澳洲去年就有人提出相关法案 荷兰近日也通过要求落实人权法 澳洲国会留意到中国在当地商界及学术界渗透 但仍然进行有关立法工作 是向中国及全球威全政府宣示 不会因商业利益而在维护人权上做妥协 澳洲对中国提高警觉并非空穴来风 继王力强案之后 澳洲议员廖嫦娥成为舆论焦点 因为他被指控曾经协助一家中国扶植的企业竞标电动公车合约 根据中央社引述《世纪报》及《雪梨城区报》 由中国控制的百成新能源 在2015年透过廖嫦娥与澳洲政府高层搭上线 除了捐助自由党澳币10.5万 也游说澳洲发展电动公车 百成新能源的前执行长塞拉夫 和现任的执行长布兰特都承认此事 然而廖嫦娥解释说他是因为对环保能源有热情 才会义务替百成新能源挂名担任公关总监 他表示自己的确协助邀请到时任的联邦环境部长韩特 参与百成新能源的记者会 而被卷入关说争端的韩特则透过发言人回应 表示他并非因为那比澳币10万5千元的捐款 才帮百成背书 他还认为廖嫦娥当时可能不清楚 百成新能源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根据报道百成新能源的中国母公司 百成集团由中共扶植 他的联合董事长是张根江 集团网站上声称是与中国共产党党委有合作关系 至于廖嫦娥则是多次被揭发涉及争议事件 根据苹果日报澳洲广播公司今年9月曾踢报 他曾于2003年至2015年担任中国海外统战部门要职 廖嫦娥原本否认 后来发现纸包不住火才改口坦承 另外他也被指与离奇身亡的澳洲自由党党员 墨尔本豪车经销商照颇关系热络 对于廖嫦娥的争议 澳洲前检察总长德雷福斯呼吁总理莫里森 应该要马上处理廖嫦娥的问题 中国势力扩张已经到了全世界难以忽视的状态 北约峰会4日在峰会声明中 首次明确提出来越强大的中国构成挑战 但并未将其定义为一种威胁 根据德国之声和苹果日报声明列出九大要点 其中提到北约承认中国日益崛起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 同时带来机会和挑战 而北约成员国必须一起以联盟身份加以应对 在发表声明之前 北约秘书长索登伯格表示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加 拥有能攻击欧洲及美国的飞弹 北约必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他也提到中国有世界第二多的国防预算 崭新现代化的军事能力都值得重视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也点名中国的威胁 尤其在超音速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发展上 最令人看出中国迅速扩张的军力 除了提及中国崛起已成挑战之外 声明还表示成员国必须确保5G通讯的安全性 这似乎也是有针对性的指向华为 不过报道指北约组织内部对中国的看法 其实仍有分歧 路透消息指 有北约国家的外交官表示 有些盟国可能为了讨好川普 而把中国说成是北约的敌人 但其实大部分的欧洲人都知道 这并不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 除了中国之外 声明也提到北约面对各种威胁 和挑战 包含俄罗斯的侵略性行动 以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但声明强调 北约应继续与俄罗斯对话 俄罗斯不仅是潜在的伙伴 也仍然是潜在的危险 北约也表示 从现在起行动要更好的协调 北约内应启动一种朝向未来的反应程序 以加强联盟的政治维度 报道指 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称此次北约的伦敦峰会 是一次巨大成功 不过川普似乎对德国负担的军费仍有质疑 称德国尚处于稍低于最低限度 据北约提供的数字 2019年德国军费预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联邦政府的目标是 至2024年占比达到1.5% 这集盟内有关防卫开支的争议 各国承诺遵守分摊原则 并认定以获良好进展 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 敦促各盟国承担更多费用 此前他曾一再批评德国防卫支出过低 而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北约军费已增加了1300亿美元 川普甚至认为这个数字还有上升的空间 川普表示北约军费在2024年之前的增幅 应达到4000亿美元 而本次会议的东道主 英国首相约翰逊则表示 只要成员国团结一致 要战胜北约变成了非粉之念 正是如此战争也就不会出现 不只是北约在担心 距离中国只有区区一个台湾海峡的台湾 也如坐针毡 美国之音报导 4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针对如果北京和台湾 无法在2035年之前达成统一协议 中国将使用武力侵略台湾为主题 进行正反两方的辩论以及现场民调 最终有38%的民众认为中国会使用武力侵略台湾 有61%则认为不会 一向对中国抱持高度戒心的 美国海军退役上校情报官詹姆斯·法内尔认为 中国领导人已下令 解放军要在2020年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 在2049年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此未来十年美国一天 一星期一个月 中南海会受到更多对台动武的压力 这将是美中关系最令人担忧的十年 法内尔表示 过去美国一直低估了中国的野心 但是经过20年来的准备 解放军不仅改变了军事平衡 更要建立成全世界最大的海军 陆军空军 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更具有武力统一台湾的优势 习近平已经告诉全世界 台湾问题不能一代拖过一代 法内尔强调必须认真看待中国的宣誓意图 这个声浪会在2030到2035年内达到最高潮 并将以非常暴力的军事攻击 即占领台湾作为终结 不过兰德公司国际防务资深研究员何天璐 则抱持着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武力攻台的代价太高 即使中国军力远远大于台湾 中国领导层对现实统一的决心非常坚定 但是他不认为中国会对台动武 第一是中国对台动武将威胁周边邻国安全 促使他们高度警觉并采取自卫行动 有引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 第二是在美中战略竞争的格局下 中国发动军事攻击 只会有利于美国建立更强大的同盟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反中联盟 进一步增加引发灾难性战争 让中国共产党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结 北京领导层必须要思考这个代价是否值得 其实美国智库之前就曾公布一份报告 针对中国解放军在2049年前武力侵台所做的模拟 以及台湾与美国该如何攜手抗中 报告中指出若美国以军事侵略台湾 不只要面对东面台美联军的攻击 还要防备在西面的印度军队 和可能趁机起身反抗中国的西藏 迫使中国同时要在喜马拉雅边境开战 这还不包含将可能加入台美阵线的日本、澳洲和东南亚国家列入 外媒分析认为中国武力攻台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何天璐也强调 无论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 重要的是美国与台湾必须共同加强威吓行动 防范任何可能的攻击 让中国对它的军事行动是否一定成功没有信心 此外美国也必须明确宣示它对地区安全的承诺 以免中国误判美国的决心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